就算他有錢 也是說沒錢 就是你不管任何時候問天賦有多錢 他都會說 是耶 基本上是一直無缺的 但是 我就討厭你 但是 內心他想辣的東西 這幾年對於金錢慾望真的是 一直不斷的冒起來 對於文強我人生中有一個很大的遺憾 大面前三面 其中一個就是他 前三喔 曾經文強有 好 文強智雯耶 哈囉 歡迎收看阿遠彩虛是 文堅的大來賓 嗨 大家好 我是文強 文強 文強好 有意思 你們要不要換一個可以一對三的麥克風啊 不行啊 因為我知道一對二產的那個那麼多 那你跟每個人都要這樣執掌性騷擾嗎 對嘛 那我應該多找女生 對啊 你下次仿雞排妹的話 欸欸欸欸欸欸 不要開玩笑啦 對啊 他今天大老遠從基隆來 也沒有很遠 你知道從我家大家課運過來只要二十分鐘 欸真的嗎 對 對啊 然後我跟文強會認識就是因為我們當兵 對 反毒大使 那你們很容易嗎 他小我一個T次 有遇到然後有一起出團去表演 然後因為他學長所以他就比較早退 我以為他學長就比較 他學長的個性就比較 比較文和一點啊 就很會照顧他們啊 但是文強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怎麼了 比較愛 不是不是不是外型 我是說可能是因為聽他的歌 就會覺得他是 很沒快樂的人 對 很有故事的人 對對對 感覺應該是 不太講話 然後很安靜 然後 歌跟人感覺不一樣 又吧 很難接話對不對 對 好說你要講 你要叫我自己說 對啊 你要我自己說嗎 對 進彈之中又有氣質 一萬千才華余生 他就是一個很好玩的人 我跟你說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對於文強我人生中有一個很大的遺憾 他一定前三名其中一個就是他 前三喔 曾經文強有 有找我拍一首他的MV 叫尋規人生 但是那時候因為可能是前公司的問題 或是可能他預算比較少 所以我就沒有拍了 預算比較少 因為喜劇人生這一首歌 講的就是像我們這種 常常會在外面拋頭露面的人 即使自己心情不好 可是我們上了台拿著麥克風 我們還是要帶給大家 開心跟歡樂 寫完這首歌我就覺得說 小志偉 你還不要來演這支MV 我覺得他開了一個天價 年少不懂事啊 我是年輕不懂事 但如果現在時空在兌換的話 你沒有陪你也去吧 我一定去 因為我覺得他這首歌真的寫得很棒 而且我到現在都還是未聽 我沒有辦法唱一段 我享受著我的喜劇人生 我愛我哭我笑 都只為還你奇妙的快樂 就算是一個人 把眼睛都哭中了 我愛我唱我活的荒唐 都是去本一部分 算不上什麼犧牲 你的美好結局才成全這叫善策 那 他會他會他那時候真的一直跟我講 很後悔然後就是 那沒關係啦 因為前兩天我也還在聽 那我今天 我今天通告費收高一點 你下一次MV就有錢找你了 欸他其實廖文強好像對指揮斗數 很硬 對指揮斗數 對因為剛剛文強一來家裡 我們其實看他手上就有帶水晶 他好像對水晶或指揮斗數 我自己有在研究對不對 我就是一個蠻性超自然各種力量的人 靈學 對對對 所以你指揮也算不止一次 對 我的某一個前公司 一個董事長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本身就是一個命理學家 所以他當時候就有幫我排過 他有一些普掛的排過命盤流年 然後後來還有別人跟我講說 可以去找誰誰誰誰誰誰誰 然後你就會去 沒有其實很多大公司都要看命盤 那文強為什麼對指揮自己有興趣 因為就是想說我什麼時候才來買房子啊 我就只佔領悟這件事情 對於一些金錢上面的困難 資金還未解 對資金還未解 然後灰色的 我之前算有一次最準的 那真的嚇到我 就反正我某一個年度的年尾 他在跟我講說 叫我去跟我注意一下我爸媽的健康 盡快在今年之前帶他們去看醫生 他不知道是誰 但是突破今年很危險 回到家我就一直叫我爸媽去做健康檢查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都 不用啦不用啦 隔年 10月我爸走 大腸癌末期 所以 我那時候才算 流年啊 就是看得到 就是真的嚇死 就真的嚇死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帶他去檢查 搞不好真的來得及喔 檢查出來然後就開始治療 就過了 可是就是沒有去 這個不行不行 因為流年可以看得出來 家裡有傷事 但是 就像他說看不出來是誰 有那個機率你加今年會有傷事 然後上一次 另外一個老師 那老師就一看我就 齁 你以後死於心臟病 欸 然後我就想說我有想要知道這個嗎 因為他肌餓功真的是心血管比較差嗎 眼睛不好 肾虛 他好像一個老師喔 你都有記的 哪個老師 你都有記的 那個死於心臟病那個後事 等一下我們這邊直接幫你辦一辦 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講一下他的命功嗎 對 他是祖心是什麼嗎 好好心 祖心是天府 又是天府 好命 天府好命 但是天府就是 我最常聽到這個但是 你記住但是 記得我說天府 有一個最大的特點 嗯 就算他有錢 也是說沒錢 對 就是你不管任何時候問天府有沒有錢 他都會說 我覺得沒錢 欸是耶 我第一次在法國大使遇到他的時候 你知道他全身穿的跟那種 流浪漢一樣 就是公發的那個白色 很落魄耶 很落魄耶 沒有媽想一個割手 他會這樣吃吃給你吃飯 人家就在當兵 他沒什麼錢的感覺 那時候真的沒什麼錢 沒有但是天府是會理財的啦 天府的都是錢 對 沒有錢他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文強的命功是 站在地之友 地之友是非常會講話 油條 不會 不是油條 他是很有條理 是可以以口德財的 哦 對 非常 那當歌手剛好 對啊 而且他有個氣質在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錢移功 他的錢移功 是五曲加七煞 又加一個文昌 有文昌就是貴人多 出外的時候貴人多 但是有五曲其實他是 一開始出去外面他就賣 五曲大地坡 或是摩擺去 不好意思 剛剛我們就講到五曲 五曲在 在外面 對 五曲是偏慢熟 你有偏慢熟嗎 其實在外面 就是對外的時候 就是對外的時候 剛到一個環境 剛到一個環境的時候 我是會躲在角落的 是嘛 是偏慢熟的 但是其實文昌為什麼會那麼活潑 是因為他的福德功 福德功是管心靈 你的福德功有一顆連針線 一顆看狼線 真的非常活潑而且樂觀 然後又加一顆文曲 他是很愛學習的 學動學習 但又加了一顆天葵 所以又務實 就是他很務實 樂觀 又有蠻多慾望 什麼都會想要 林啊 莉啊 其實都會想要 所以他 心情不穩定 心情不穩定 好老的歌喔 欸這歌超老的 超老的 所以其實文強的心 是很浮動的吧 偏浮動 某種程度上是 我是不太能專心的人 唯一能夠讓我定下來 好幾個小時坐在那邊 不亂跑的 就是只有做音樂 當我發現我可以做音樂 做到早上天亮了 我都沒有起來上廁所 或是我沒有意識到時間過那麼快 那一刻我才發現說 欸原來我想做音樂 要不然在那之前 我可能都會就是 啊我這個摸一下 那個摸一下 我會定下來 對啊因為福德公司連針攤廊 其實也是很適合當藝人 就是因為他的想法很多 資訊非常快 想要的東西很多 我覺得當藝人 真的也是要欲望很多 這樣你才會想要學這個 或是想要去吸引別人 可是我的欲望就是想要 做個度假啊 然後想要吃好吃的 非常欲望 喔對啦 沒有他人也會啊 因為他人愛享受啊 但那天下其實跟他的作品 好像差滿多 因為他的念弓戰的天賦啊 天賦是很穩 很傳統的心 但是他的內心 真的想的東西 又是他想要很多東西 因為福德公司主老年 所以你會越來越浮動 這幾年對於金錢欲望真的是 一直不斷的冒起來 因為連針貪廊本身就是 比較燥的心 兩顆的狀態又都是陷進去的 所以比較不穩定 今年超誇張 我覺得今年是真的想做好多事情 但你今年蠻棒的 你今年運很好欸 但我目前感覺不到 真的嗎 大家都講說今年就是我的年 因為你看我們很久沒年 不過今年就特別糟 啊對不對 貴人運 今年 啊貴人在走 不然你看我剛剛 失臉好幾年 哪有失臉好幾年啊 失臉好幾年 奇怪 網路上 是不會穿LINE喔 奇怪 但是文強是需要常常往外跑的人 外面貴人多啊 那你是喜歡 我沒有那麼喜歡往外跑 天賦比較俗家 在家裡吹冷氣支持得過 我不是很好 天賦很激家啦 天賦變居家 因為你的牽移工很好 所以還是盡量往外 鼓勵你多往外跑 我就是往這一帶走一走 就會碰到你們 那個收山機場服務繞繞 我有可能有時候在那邊散步 欸文強 那文強有沒有特別想要問的問題 他應該是問文強 就 對 我看起來啊 看官路工也可天賦 因為天賦是衣食主 所以基本上是衣食無缺的 但是 我就討厭 但是 看人家會不會噴出水 就是你 之前應該有聽過就是你 關於你的現金流 對他們說我的財富有個大洞 對因為你的現金流就是空共 空共最麻煩就是沒有主心證 然後又有兩顆小胸心 一顆叫靈心物比較多了 這兩顆都是煮晚發 要比較晚年才會得財 而且這兩顆心又煮 財進財出 可是這樣是不是存不到 對 之前算命人才跟我講說 叫我要把錢給連管 對 要嘛就是給連管 要嘛就是 你就乾脆花在你自己想花裡 不然你放在身上 老天爺就會想辦法幫你 收走 真的會 他應該到晚收走欸 網拍的時候跳出來 就會把我很多錢收走 這個空中戰士先人長抱枕 好中二喔 好中二喔 福音戰士啊 對啊福音戰士又出後背包 不小心就會想買 欸福音戰士又出後背包 福音戰士有貪狼的人真的是這樣亂搞欸 對啊我給貝 講話小心點 亂搞 好尊重 好煩啊你們兩個 但是田宅 你的田宅公 嗯 真的是比較 比較沒有 我覺得是平平 沒有到沒有 是喔 因為田宅公是巨門啊 他的巨門的狀態不是不好 而且巨門是平物主 基本上你買一間自住是有的 你不要投資 來來去去 信義光復入口 那個自住是可以嗎 平165萬的 我想買40瓶 那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他身上有什麼器官是不要用的 稍微幫你拿一個 搞完 哈哈哈 財伯公跟田宅公比起來 財伯公比較不好啊 所以我寧願你把錢 一有錢你就拿去買房子 對你就是放到房子 可以先買一個很小的 我現在就在存信義安和80瓶的投資款 現在差不多了 你應該存到六十七十歲吧 剛剛我那天入住 哈哈 那天入土啦 還入我還在嗎 我就幫你辦理出他 因為你55到64 是太陽加火星 有可能也會有爆發育 火星雖然是一個雄心 可是太祖爆發育 因為你後面很好 所以我在想 你是不是在55到64會爆發 你為什麼突然爆紅 所以你後面猜 好難想像一個60歲的阿伯 爆紅喔 是老歌手 大家好 我是文橋 希望你能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好棒 YouTube 好難想一下 如果我60歲的時候 你會發動 我真的有 你這樣說好像也是 真的好像沒有這個年紀爆紅 可是他晚年運真的很好欸 好 差不多問完了是不是 還有什麼想問 他們有說慢性變性 我記得他好像會講說是哪一方面的 太陽珠眼睛 珠眼睛 對 然後心血管 他會說是心臟 應該就是因為太陽加了火星 那你心血管再加一個爆發 就很有可能是心臟 他是用這樣會測出來 機率比一般人高 可是也不是說一定阿 我覺得他有點太違言總之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會 他也說我今年大運阿 對 你今年看起來是真的 氣憨 從這個節目開始阿 真的 是你的 那個人生的轉移 心意安核80平 就是真的衣食無缺啦 因為你又是天福做命的人 但是就是因為你福德宮有貪狼 所以你會怎麼樣你都覺得不夠 所以你有時候提醒自己就是 其實這樣也蠻好 我是覺得福德宮有連真貪狼獻獻的人 內心是會稍微有時候會有些壞念頭 但是他命功是天福他不會有做 對 這是超準 因為我就是那一種 我會覺得好壞喔 這樣子 好想就是 可是我人生就是有時候覺得 我今天心情太差了 我一定要做一件壞事 然後我可能就會 我要做壞事 然後丟紫屑 我在路上丟紫屑 我就壞吧 今天超壞 類似像這樣 這大概就是我就覺得 極限好 然後就把他撿回來 然後去那種放回去 就覺得好 我今天的那個 壞壞摳袋 壞壞沒有完了 我沒有辦法 我 今天有什麼專場之類的 有一個新歌 正在製作中 久爲了單曲 歷經30幾年來的歲月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階段 一個蠻重要的歌 因為那時候我寫了四年 調整很多東西 到最後 今年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可以把它發出來 今年週期 大雨 所以年底全會出來 不確定 要看他老師們檔案教得多快 會不會這首歌 你然後60歲剛好那首出 你又閉嘴 而且我55歲 我就心臟病暴斃 然後60歲發這首 大概幫我頒紀念音樂會 然後我的孩子全部都 超紅 一紅30年 紅到我名誕95歲的時候 我的天 真的是慾望很多的人 我希望世界和平 大家都很好 這就是我真心 你給我住嘴 我內心最爭切的慾望 就是希望你們都可以健康 看你愛你 坐好 我第一次看到福德公司點燈湯 就是他其實是 我覺得這樣的人很好啊 欲求不滿 對 這與知識 有慾望的人 這種人才會進步啊 好啦 今天謝謝文強來了 謝謝 很開心啊 文強有沒有什麼要宣傳的呢 你的Podcast嘛對不對 叫做今天幹什麼 我們也有很多那個 怪力亂神的內容 大家可以去去看 對啊 支持一下 對 我去驅魔的啊 去幹嘛的都有 星哥正在製作中 那還有其他的副業 我很彈心 所以我有食品的副業 在健行當中 那希望很快可以跟大家見面 文強的IG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你就會開你的個人的60歲的YouTube頻道 之類的 喔 叫我做 老文強的 按讚音樂家分享 音樂影片 我說三寶粉圓 什麼只有三寶的 最起熔岩人粉贓助播出 可以可以可以